我做梦也没想到 五花肉可以这么好吃 只要看一眼就能学会 又酥又脆 切好的五花肉加姜片蒜片 葱段 盐食三香 一勺生抽 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 然后把葱姜蒜挑出来 打入一个我下的蛋 倒入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这才是酥脆的关键 再封上一层食用油 六成油温下锅炸 砸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很多人喜欢吃干锅鱿鱼须 但总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今天这个做法你可看好了 鱿鱼须切开再切成段 水开下锅 加将片料酒煮两分钟捞出 油热爆香洋葱蒜片干辣椒 放一袋很多饭店都在用的干锅酱 还可以用它做麻辣香锅干锅菜花 放入鱿鱼和青红辣椒 大火翻炒出香味 这样做的鱿鱼须麻辣鲜香 下酒又下饭 很多人喜欢吃牛肉 但却不知道怎样炖才软烂入味 其实方法很简单 切好的牛肉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料酒煮出血沫 用热水清洗 千万不要用冷水 要不然肉质发柴发硬还筛牙 由热炒香姜片八角干辣椒 倒入牛肉翻炒出它的香味 调味只需一袋黄焖酱 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了 加入101度的开水 后盖炖50分钟 放土豆胡萝卜再炖10分钟 最后撒上蒜苗大火收汁即可 喜欢的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开学了 勤快的妈妈 每周都会做上两次这道糖醋鱼 孩子特别喜欢吃 首先准备一条没谈过恋爱的鲤鱼改花刀 锅中油热洒盐 下入鲤鱼 煎至两面金黄 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 倒入一袋糖醋汁 倒入小半碗清水 煮开后放入煎好的鱼 撒上葱花大火收汁即可 这样做的糖醋鱼 酸甜可口 营养又美味 我告诉你啊 以后想吃捞汁小海鲜 你就像我这样做 锅中放葱姜料酒 放入10块钱大虾 8块钱撑子 5块钱花甲 烫熟后捞出放入冰水 这样口感更爽脆 再像我这样去掉另一半外壳 然后放入屏幕上的配菜 调味只需倒入这包海鲜捞汁 有条件来把香菜 腌制半小时即可 麻辣鲜香 太过瘾了 开学了 孩子的早餐要吃得有营养 早起5分钟就能搞定的早餐饼 切好的包菜丝 胡萝卜丝 一个母鸡蛋 一袋煎饼粉 加少许清水 搅拌均匀 凉锅刷油 倒入包菜丝 整理成鸟窝状 倒入一个鸡蛋 中小火煎制两面金黄 这样做的蔬菜比营养又美味 搭配一杯牛奶更完美